放哪邊去 你在哪邊打,放哪邊去 好,一定 坐下來看不到我 看得到 你現在坐著 你現在坐著嗎? 看不到 看得到 那個意思是 只看到一個頭在看不出來 站著走路 腳痛,所以不想要站在這裡 我先猜一下,因為躺在這裡 有點不舒服 那個 肌肉撕裂傷 那個標準畫質 就是存在的時間很短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畫質 你要找找到這個畫質 它在立體上出現的時間是什麼時間 但是如果說這個部分會不會有些差異性 就是在歐洲同的生物 在亞洲同的生物 歐洲跟亞洲都發現這個畫質 那在同的生物可能時間都不一樣 可能會差異 但是其實應該不會說在這麼短的時間 切一下歐洲切到亞洲 可能有問題 那是蠻局部的 那指向畫質的意思是什麼 指向畫質的意思是什麼 區域說 都你說都好 我在等自己說 現在只剩兩個人 應該是區上那兩個人 來看見一些 判斷一些東西 什麼東西 譬如說 譬如說像 在山上挖到 被核化石 大概就知道這山以前在哪裡 類似這樣 比如我們看到 我們講說三個造礁山火 我們說這造礁山火存在的話 應該是溫暖 然後淺海 如果我們看到很多煤礦 可以說症病以前是溫暖 潮濕森林地區 類似這樣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判斷 那現在我們講能量 能量在整個地球上的進出非常重要 因為能量 就是我們剛剛講 人類最明顯的反應就是氣溫 對氣溫感受比較明顯 那能量的多寡 其實是直接反映在氣溫的部分 反應的部分 來氣溫變化 我們來看一下左邊 左邊指的太陽輻射 看我們這個 進入地球表面 然後有多少跑掉了 那這是估算的 可以叫估算 估算下來 有大概多少%跑掉了 49%跑掉了 現在也不是這個意思 真正直接跑掉了 應該只有30左右 它是直接反射掉了 直接輻射掉 直接反射 反射掉 因為它打到大氣就反射了 打到雲就反射了 打到地板也會反射 反射掉就是說 它正能 因為你看 縮了波進入戒指的時候 在戒指過程當中 它會成為折收反射 反射的話 都對戒指的本質沒有影響 是不是這樣子 折收會有影響 折收會有影響 折收就進入戒指本身 不是這樣子 我如果 那你怎麼會加熱啊 我譬如說 我這個 這是水 的空氣 我的 露射光 進來的時候 我就產生折射跟反射 對不對 這反射光 會不會產生溫度 對水加熱 表面 對 表面如果說有的話 它是不會吸收 它能量不會吸收 會有可能 表面一點點 那如果說 假設我這邊 100%的能量進來 我告訴你 反射了95%的能量 那它可以加熱它的溫度 所以能加熱這個鍋裡 這個水的能量最多的多少 最多是5% 對 可是折射呢 折射過程當中 它在過程當中 可能是逐漸被吸收 它還是可能會在穿透 假設是一層水 假設是一層水 它可能在穿透 假設穿透2% 那水吸收了幾% 水是不是吸收 5% 沒有 3% 1% 100% 95%反射 2%的 穿透 對不對 是不是只剩這樣 我們趴在這邊 但是水不可能這樣 水的反射不可能到95% 然後水的反射就20% 30% 穿透呢 可能看你多深 你看 我如果是深度是很深很深的海 我們講海水的光線到多深 很深的時候 可能知道100公尺 100公尺深海裡面 你看到的是烏西馬海的 為什麼是烏西馬海的 光線透不透 光線透不透 光線的能量去哪裡 完全被水吸收 所以折射的部分呢 有機會完全被吸收 對不對 假設我今天20%反射 那也就是 海水吸收80%的能量 80%的能量 那我們來看這邊 太陽輻射或宇宙射線進來的時候 主要是用宇宙射線 像大部分的太陽輻射 太陽光線最強的部分 進來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六被反射了 真的要不要被吸收 不會吸收 雲又反射反射20 雲的反射主要靠什麼 冰 對冰啊 冰晶嘛 雲當冰晶 冰晶又反射了 大氣主要就是像 譬如說 二氧化碳啊 像氧氣啊 蛋其實就是臭氧 這又是大氣的反射 雲的反射靠冰晶 地表呢 水 有可能是海水 海水這個感染氣的面積啊 海水本身就會反射 因為它就像是一針 鏡子一樣 那陸地的反射很少 陸地溯散 你要反射太陽光 不太容易 因為它本身表面粗糙嘛 對不對 這我們很直接可以看到 陸地的表面是粗糙 但是它什麼地表 地表講的是 整個地球的地表 好了 那以後整個地表吸收 五十一 你看喔 百分之三十是陸地 我們地球表面積 百分之三十是陸地 這百分之三十是佔了最大的 吸收的能量地方 吸收多少 那宇宙射星進來的 百分之五十一 被地表吸收 這地表大部分 只是陸地 水有沒有吸收 水也有吸收嘛 除了反射之外 有一些進到海裡面 還是被吸收 所以五十一是 地表吸收的一部分 海水吸收的一部分 那進來的海一部分 被誰吸收了 你看 大氣吸收16% 雲吸收3% 大氣是誰吸收的 大氣值的是誰 臭氧 不見得是臭氧 臭氧只是 臭氧是它在空氣的比例裡面 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它大氣的吸收 大部分是什麼 我們其實講是溫濕氣體 類似水氣也是溫濕氣體 CO2也是溫濕氣體 CH4也是溫濕氣體加外 那除了溫濕氣體之外 氧氣會不會吸收能量 也會吸收能量 氮氣會吸收能量 也會 那這吸收多更廣 多更少的 所以大氣吸收16% 只有這些在吸收 雲吸收3% 那雲是誰在吸收 有水氣或冰晶 冰晶或水氣在吸收 對不對 像我們講的 水氣我剛剛講 大氣只有水氣嗎 這邊水氣是水增氣 是完全氣體化的水氣 雲的部分就不是氣體化 雲的話是結晶的 或者是凝結的 這是不一樣的 這有差異性 所以我們地表吸收50% 對不對 50%50% 接下要怎麼樣 反射啊 我們吸收熱 我上次介紹過 我們剛才講 目比課的時候講過一次 不過長這樣 所有有溫度的 只要溫度在0K以上的 0K以上 0K什麼你知道嗎 絕對溫度 絕對溫度嗎 0K是攝氏幾度 負2703 負2703 負2703是絕對0度 也就是0K 溫度只要高於0K 我們都會輻射紅外線 我們都在輻射紅外線 比如說我們不是有這種 紅外線探測 也就是像你嗎 他會看到說 你這個人比較熱的地方是紅色的 比較冷的地方是藍色的 或是黑色的 或是燙的 就是黑色的 那就是會從你輻射的強度 他真正什麼 他真正是紅外線 溫度越高的紅外線越強 所以我吸收了 你看我現在有人在吸收能量 有嗎 我吸收空氣中的能量 空氣有對我輻射啊 空氣有對我輻射啊 空氣有對我輻射 外面的陽光 反射出光線 會不會對我輻射 日光燈光對我輻射 這些都是在給我能量 我得到能量之後 他有自己本身 內部在做化學反應 是不是在產生能量 真能量 這個表現出來就是 我身體有溫度 我身體有溫度 所以我身體會對外輻射和紅外線 好嗎 所以我們吸收了 地表吸收51%的能量之後 是不是把它都提升了 是不是提升了 提升之後 他怎麼把人家再丟出去 一樣用輻射 所以我們之前講說 浮射很注意 就是這樣 當他地表的溫度變高了之後呢 地表的溫度變高了 他就越容易浮射出紅外線 所以地表開始浮射出來 這浮射出來呢 它有分 地表的浮射21% 都紅外線浮射出來 可感熱是什麼 可以感覺到熱 什麼是可感覺到熱 這應該是說 類似一個傳遞的效果 傳遞的效果 它傳遞到我們去戒指上 因為它傳遞到人的身上 它傳到車的身上 我們可以感受到那個傳遞的溫度 那淺熱是什麼 感受到它是下變化 我們要講淺熱就是這樣下變化 就是這樣 你記不記得 我們那個對水的時候 水有三項變化的時候 水啊 水加熱 記不記得這個曲線 感受這個冰 加熱加熱到這邊 零度膝的時候 再溶化 溶化 溶化完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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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熱它繼續升溫 這應該是時間 這是溫度 溫度是T度C 我隨著時間在走 我這溫度會增加 可是到了零度C的時候呢 我發現 我在加熱的時候 它不會增加 不會增加溫度 到所有的冰塊都溶解成水的時候 我再加熱它繼續升溫 升溫到什麼時候 它要停下來 100度 100度會停下來 這時候開始幹嘛 在做氣化的過程 在做溶化的過程 在做溶化的過程 這兩個階段 這兩個階段 你叫做相的變化 記不記得 三相的變化 對不對 從故相變異相 再變細相 這叫相變化 相變化的過程當中 這中間溫度沒有變化這個過程 這相變化的過程 這叫淺熱 這叫淺熱 我曾經講過一個故事啊 我去看了人家那個 做那個隔熱手套啊 我們以前那個 就是媽媽那個去烤箱裡面 拿東西出來很熱嘛 所以要戴人家的隔熱手套 隔熱手套做得很厚啊 要隔熱嘛 可是有一個新的開發 它在這個手套的纖維裡面 支上一種蠟球 它用一個很細微的奈米球 裡面包蠟 裡面包蠟 蠟在長門之下是什麼 是固態嘛 對 蠟在長門是固態嘛 可是你去摸那個 摸那個熱的東西 鍋子的時候呢 這個局部會被加熱 加熱呢 它會先把熱傳給蠟 蠟就開始融化 蠟從固態變替態的時候 它就開始吸熱 所以它就把鍋子的熱給吸走了 吸走之後 你暫時就不會開始到那麼燙 所以它才把熱給帶走 所以我們用這個能量做相變化 就是淺熱 所以你去拿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你會那個手套就要做得很厚 很粗 很難拿 沒有手感 它可以做它的薄一點 就不要碰 不要用多東西跌倒 所以這兩個是淺熱的部分 那淺熱會用在哪裡 其實淺熱用在相變化 主要還是水的部分 地球上的表面有什麼東西 在做大量的相變化 水 只有水吧 海洋的水氣 水從液態水變成氣態水 它在做相變化 它是淺熱的改變 然後這能量出去了 我們講 這個總共是51% 這邊才是51%對不對 這個地表的輻射 輻射還是以紅外線方式出去對不對 又被大氣吸收了15% 大氣吸收了15% 然後剩下的呢 它繼續往外走 所以它出到地球外側的總共幾% 現在你看一下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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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繼續往是70% 所以就繼續 你說這三個 這三個加上這三個 變成70% 有100% 100% 對 那也算是出去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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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這個大氣的輻射指的是說 我這大氣吸收的時候再輻射出去 我的雲的輻射呢 則是雲吸收再出去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淺熱 淺熱會給誰 淺熱會給雲 淺熱是不是給雲 因為它做相片化 然後給了雲 所以雲會再輻射出去 所以它得到一個平衡 我們進來的100% 出去了100% 可是在過程當中 大氣、雲、地、表 都吸收了一部分 已經吸收過 吸收不會再出去 吸收並不是吸收在表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你的事情是什麼 既然進來的能量跟出現能量是一樣的 那會怎麼樣 進來的能量跟出現能量是一樣的 什麼會不會變 溫度 溫度就不會變 對不對 基本上你得到的能量 就沒有改變 也就是說 這是目前理想的狀況是這樣 地球表面的溫度 地球的能量 總能量沒有在改變 總能量沒有在改變 所以平衡狀態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不是 為什麼是 因為地球上的東西 有吸收能量 譬如說 它很滿吸收能量 OK 像你這裡講的 就改變了 我們改變地球吸收能量 就很滿 對不對 那還有沒有別的東西 是改變地球吸收嗎 地球吸收反而是 好地球吸收不會變 但是 它浮色回去的 能量變少 有可能 對 這樣也沒錯 我竟然還是進到地球 只是我改變碳能板吸收 那碳能板吸收能量 就讓它浮色反射度變少 對 是這樣 可是如果那個 誒 能量 物質不滅定 所以能量不滅定 能量不滅定 能量才是最多會出現 對 能量最多會出現 你想 我們現在地表反射 剛剛陳佑說 我又看很反 我讓地表的反射變少了 我少了這4% 可是它真的就少了嗎 你少了那你是不是 本身是少了反射度 力表浮色 力表浮色變少 力表浮色 你說這裡嗎 對 力表浮色 力表浮色指的是 我先吸收能量 再轉換成黃外線浮色進去 對 那 誒 OK 但是其實都一樣 如果說假設有太能板 其實反正會是減少 浮色會減少 浮色會減少 但是你想 我把它能 我只把它能 轉換成電能對不對 你電能會用去哪裡 電能會用哪裡 電燈 電燈 車子 電腦 磕頭 這些東西 所有的能量都轉換出什麼 都轉換成熱能 轉換成熱能 轉換成熱能之後 是會再怎麼樣 輻車出去的 所以最終還是平衡 最終還是平衡 可是有個東西是不能平衡的 我心裡面也有想要一個他 不能平衡 謝謝你 我等一下就說 隨機 隨機 隨機爆人 沒有心想 你還是說如果冰山融化 冰山融化是個點 冰山融化是個點 沒有錯 這是陳祐強 這是我剛剛沒有唱這個點 冰山融化是個點 冰山你可以想到 它是過去 歷時累積下來的能量 我現在如果再融化 融化都是溪熱還是放熱 放熱 融化是溪熱 融化是溪熱 對 融化的時候會 得到什麼樣才會溶解 實際上才真的把 那個浮沙反射的也減少 對 它就會減少 可是這個事情事實上 不用我心想的 我先想的是說 我們在用的是石油 我不是不用很多石化材料 它不是什麼太陽能量 它不是什麼太陽能量 它是過去幾億年累積下來的能量 在地球的 我們要拿來用的 它用是增加能量 除了我們現在有可能 真的輻射出去的東西 是遠高於太陽能點的 就是石油 不是叫提煉嗎 提煉 對 提煉要消能量 消能量 所以你想嘛 提煉的能量從哪裡來 還是燒對不對 有嘛 一個部分是太陽能量 但它很少 很少用它們來提煉的 因為能量不足 所以你用什麼 還是用燒嗎 你給的熱源還是用燒嗎 燒什麼 要嘛就燒 做癢物不是養的 養 對啊 但是我們通常是講 養油會有吸收能量嗎 養的數量算多啦 我們現在很少 因為這樣子燃燒 導致氧氣不足 不太會 但是養油吸收能量 但是吸收能量 是相對是少的 在這個比例上 大氣吸收才16% 大氣吸收才15% 那在吸收完之後 它就輻射出去 大氣還是熱 再輻射出去 但是我們用的這個能量 都是從以前的能量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 應該能量輸出 有點比能量進來的多 會變冷 有可能會變冷 對啊 有可能會變冷 當你這些石化原料都用完之後 你沒有能量可以用的時候 局部來講 我們現在所能得到 就是我們現在人類 有享受到的能源 是燃燃之後 再加上一些 額外的能量 但是額外能量不見的時候 是不是只剩燃燃 那你還不維持 這些能量的總統 還能維持 就不一定了 那所以你就會進入一個 很冷的時間 那現在是在 升高是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所 產生出來的熱能源 很高的開放進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點溫度在增加 有一點溫度在增加 有一點溫度是效應 有一點溫度是氣體 你在產生上 地球的表面那種化 可是當你的這些能源都沒有了 接下來是會進入一個 反過來 真正的平衡 那真正的平衡 我們所感受到的 就是過去 現在目前就感受到 這麼多的能量 那這次講的是一個能量的平衡 我們在推車上也說 都講這是平衡的 那事實上不是平衡的 因為 像有一點能量進來 就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石物的生長 石物的生長 是不是要靠太陽能量 這能量是儲存起來的 那再加上我們現在把植物都 砍拔掉 生理都不見了 這能量儲得儲存 就很難儲存 海洋的污染 綠藻的消失 你可能也很難儲存能量 我們上大的能量 除了靠樹木之外 靠海洋的污染 這就消失了之後 我們能量儲得不潛 所以 這會營養到後續 也許100年後 200年後 整個地球能量是不夠的 因為儲存不夠 那這邊說講的是說 我們的太陽能 我們現在這個概念 就是知道 我們能量是大部分 來自於太陽原生 太陽很有能量 因為太陽的輻射 就會跟它的高尾度 高尾度跟低尾度有差別 對不對 對 對吧 高尾度跟低尾度 欸那他怎麼這麼 看一下 我拿地球 1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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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什麼 是奇蹲 我沒有把他拿去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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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是 陽光 陽光打到 陽光打到那個 吃到周圍的那裡 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手機的這個面 它涵蓋的面積是相對比較大 對 那我如果打到這裡的時候 是否相對涵蓋的面積變大 這面積是小的 這面積是大的 對 那你同的能量 你分配下去的話 當然是 尾度高 或尾度很高的 北尾或南尾 尾度很高的 它平衡得到 你這樣少了 平衡得到 你這樣少 這種時候在 分操的時候 我們遇到他們 有時候在聊天 他們說 其實他們住尾度很高的地方 還有一個問題 到冬天的時候 都要普通改變 因為我們知道 曬太陽的方式都蓋著 他們有夜的時候 基本上曬太陽 就得優異症 就能得優異症 那所以他們是普通改變 而且 而且很特別的是 他們只要下課 白天下課 他們就把學生趕到戶外 他們不准孩子留在室內 除非說你生病 那只要下課了 就全部趕到外面去 那當然一方面是讓孩子活動 很冷 我身上很冷 外面是下 就是有下課 是0度大概10度以下 -10度 啦 -10度的溫度以下 只要下課 他們就把它趕進去 那我接雪下課 你就是自己蓋著雪 會不會然後 就是跑到室外的室內 欸 或許有可能 但是我沒看到這個情形 我那時候沒看到這個情形 但是他們就經常都排氣 散開眼 就是要得到多一點能量 好 那這個我們有乾淨草 你的光線 遭到小區域跟遭到大區域 平均下課的能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軌度低的會比較熱 軌度高的會比較冷 就是這樣的原因 好 那接下來就是 這個溫度短期的變化 就是白天晚上的變化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24小時 從0點開始 0點開始 上面這條線呢是什麼 氣溫的字變化線 所以它的溫度是開始往下降 對不對 溫度開始往下降 降到最低點是早上8點 會不會覺得很快 對 為什麼 輻射最多的 輻射是慢慢累積的 它是 你在 好我們先看喔 晚上半夜嗎 為什麼三四點天呢 為什麼三四點天呢 我這為什麼 不只能 就是 它那個 能量在我肚子裡想要吃過床 你想想看 那我們在輻射的時候 是不是 我一直能量往外釋放 往外釋放 除非有得到新的能量 活動 我的能量是往外釋放 往外釋放 能量在降低對不對 我什麼時候可以 開始得到新的能量 有太陽 有太陽的時候嗎 所以不會是三四點 頂多 有可能在5點 6點的時候 開始得到能量 看什麼 看什麼記憶點 沒有錯 那它這邊是 8點 事實上會像說 地眼一點點 你太陽剛照的時候 你並不會馬上 就提升到 因為那個溫度 所以它會像說 畢眼一點點 它就會在低眼兩個小時 這是有可能的 那你一樣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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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的時候 她估下午四點 是能量最高 溫度 溫度 氣溫 我們今天講的是氣溫 氣溫最高的時候 氣溫最高的時候 因為到下午四點的時候 溫度 太陽的能量也 沒那麼強 很低 你看 下午四點的時候 呢 假設涼光從裡面過來 那地球是這樣轉對不對 有這樣轉 所以下午4點我們大概已經在這個角落了 這個角落是不是更斜 更斜的能量就很低嘛 平均向運氣得到能量是很低的 所以它估大概到4點之後能量就回到回升 能量就跟我們看它降 那下面這條星叫做地表 地面的部分 地面的部分你看喔 它從早上逐點開始往上升了 你們看啊 這邊 有沒有 這氣溫 氣溫從8點 你剛才因為氣溫會有點向後低 可是地面的話它從4點開始 就開始向上走 對不對 因為合理嘛 曬太陽 而且地面的比熱比較低 所以地面的比熱比較低的情況之下 它很容易反應 很容易反應這個溫度 溫度就上來 那到一要到大概下午4點之後它開始往下降 往下降 掉到一直往下降 掉到早上4點之後 它是一個心靈的循環 這一樣是一個循環 但是它的時間點會到865 那這個是什麼 紅色先什麼 太陽的能量 對 太陽的能量 對不對 從早上等6點到下午大概7點左右 這是能量的循環 所以這個可以看到是我們的氣溫變化 跟地面的溫度變化是 大致上的狀況 但是它會隨著四季的變化 它不會是每天都一樣 它會冬季或夏季 真的不一樣 那想一下 冬季的話 這條線會往哪邊 不變 冬季的話 先往右邊 對不對 這條線會不會改變 可能會啊 怎麼改變 變窄一點 變窄一點而已嗎 所以它可能會變這樣 紅色這條線可能會變這樣 對不對 然後這條線跟這條線都會向右偏 這條線跟這條線都會向右偏 這樣也會改變它的東西 縮一點 它會變成這樣就下來了 它可能到這邊就下來了 因為它很涼不透 它會對照這個關係來改變 知道意思嗎 好 OK 那這維度的變化嘛 我們剛剛講過了 那這邊有海陸 海陸分布的關係 冬天的時候 陸地會能力一點 還是海上能力一點 冬天的時候 海上能力為什麼 海上能力 因為它能量的實力比較少 因為它能量的實力比較少 因為它能量比較難變熱 陸地的能量很少 因為它能量比較少 因為它能量比較少 可是冬天耶 四季高 蛤 四季高 誰的四季高 四季都一樣高 只是因為海 四季高 五高都一樣 所以你認為 冬天的溫度 還比較低 海的溫度比較低 海的溫度比較低 對 你們去游泳的時候 下去的時候 水的溫度比較高 還是空氣的溫度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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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 我說冬天啊 水溫度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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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為什麼不能等到這邊來 陸地的溫度跟海上的溫度 你覺得那 我們去游泳的水溫 從地底裡面湊出來 一樣 事實上 海水的溫度變化不大 海水溫度基本上沒有很大變化 所以 假設海水是長溫的時候呢 夏天的時候 陸地的溫度會高一點 冬天的時候 陸地的溫度會低一點 陸地的溫度會低一點 陸地比海很低 這是有差異性的 北歐的國家溫度已經是-21度了 海水幾度 海水頂多 因為海和水嘛 不會結冰嘛 所以也許是一度兩度 北歐國家陸地的海水全是一度兩度 夏天跟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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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溫度比較高 對 所以它海面上的溫度可能是一度兩度 但是沒有到結冰 然後結冰又重複起來了 所以它不會說 我今天陸地上的氣溫是-21度 -51度 -78度 用到-78度 有可能嗎 北極圈或南極圈 有可能到-71度 那這時候 海的溫度是幾度 還是一兩度 對不對 一兩度的溫度 海面海 海面上的溫度 所以基本上 冬天的時候 海的溫度 是比陸地上高的 反過來說 到夏天的時候 你可以直射太陽的時候 陸地的溫度怎麼高 因為海的溫度呢 可能是幾度 你不會說 那夏天在陽 噢 不變成海水溫度是 四十度 那如果是去游泳的時候 比較熱的時候 變水會比較冷 比較熱的時候 對啊 比較熱的時候 水比較冷和你啊 對 有可能 比較熱的時候 水的溫度 我剛講水的溫度 會變化比較小 它就是等於它維持的 你說 如果冬天的時候 水的溫度 反而變高 你說 如果冬天的時候 水的溫度 反而變高 欸 游泳水 游泳水 它通常溫度是治療的 欸 什麼意思 這會有 知曉上的那種 如果聚下水的話 比較容易 因為是 夏天的時候 你一表會來的時候 就 因為你一對焦溫 一對焦溫 然後 那個 不是 跟滿地址的 傳導到溫度 所以 在傳導到下面 其實那種 地下水溫度已經在 其實 在夏天的時候 比較像是 因為冬天的時候 會余余的 腳在那個焦溫 那種 它會余余的 最下面那一層 它會余余的 最下面那一層 之後 上面一定是下水溫 OK 它會有 一眼效果 就是 你 它講 意思說 我冬天的時候 這步驟方式 傳遞地下 地下 地底下的時候 很適當 外界 一面夏天 等外界的夏天 都傳到地底下 我現在外面是冬天 所以 冬天的時候 還是會稍微 地下 地下水會稍微熱一點點 因為我感受的是 夏天的溫度 我到冬天的時候 水會稍微 可能會比 夏天感受的水會稍微 夏天感受的水會稍微熱一點 因為我感受的是 夏天溫度 因為它船地有地的聲音 有經過 經過地表的船地會變慢 對 這就是統統 但是我們講 海面跟陸地上的溫度 比較的話 冬天的話 是陸地低 海面高 夏天的話 陸地多沙沙 對 你這樣講沒有錯 陸地上的氣溫變化 可能是這麼大 海面上的溫度 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到夏天的時候 它營養提升一點點 可是它的提升更多 到冬天的話 降低一點點 它降低更多 所以我們的海的溫度 是介於重點很多 好 我們也有大氣跟海的關係 導致整個地球變化不大 雖然就會覺得說 變化非常大 但是事實上是變化沒有很大 變化不大是相對其他清楚 簡單來講 相對其他清楚 變化不大 有些像你看 月球你講過了嗎 你下太陽的時候 可以到200度 可以轉個一圈 背對的太陽 背對的太陽 這個地方就 下100度左右 然後那個地球的變化非常大 那地球這樣沒有 會不會轉 還是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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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所以我現在到地球轉 永遠 永遠看著地球是這邊 好像說 這邊有看過 我這樣轉的時候呢 這邊下太陽 對 我轉那邊之後 這邊就沒下太陽 所以整個能量是靠空氣跟海 在做運動 在運送 海多厚呢 還是這樣 潮 海非常這樣潮 我們講過了 假設這是地球大小 啊 就籃球 這是會一樣 籃球的大小 在海最盛的地方 我們多盛 我們拿一個籃球 上面有一層水 就是那一層水 你把水打過來的時候 它下面會再多一點點 那個已經比我們海水 海溝還深了 你把它反過來呢 國國那層 基本上就是我們海水的生命 你沒感受嗎 沒有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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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的 我們的海水最深多深 10公里 10公里 大概1萬公尺 馬里 什麼馬里啊 海溝 什麼溝塵 有個海溝 海溝 海溝 80公里 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的最高點 西茫拉峰 是8 巡視 4 1 1 1 remplistic 地球的圓周是多長 多多多 我記得我一直記得一件事情 光一秒可以繞地球的七圈半 對不對 所以七圈半的圓周長 圓周怎麼寫 R 不是啦 圓周是 0I 圓周是 2πR 等於3乘以10的8次半 對不對 這是光束嘛 對嗎 好 那算一下 這是15對不對 15πR 等於3乘以10的8次半 這15約掉 變成10的7次半 2 πR等於2乘以10的7次半 接下來呢 處理π 等於什麼 20乘以10的6次半 27π 多少 6 6 多少 6 3.14 算6 6乘以10的6次半 這什麼 公尺 公尺 好 我們這是光束就是公尺 每秒3 乘以10的8次半公尺 OK 好 所以有這麼半徑 這是半徑 6乘以10的6次半公尺 是多少 6000公尺 我們除以3對不對 10的3次半 6000公尺 對不對 6000公尺 1個籃球 假設就這個球 這個球是不是 假設30公分 30公分 比這個 會等於x比什麼 比10 km 10公里 我們都還夠10公尺 我們都還夠10公尺 對不對 那x等於多少 跟幾公分 我們再算一下 對不對 10再約掉一次 平方 有600 30比600等於x比1 知道一起什麼嗎 30比600等於x比1 那x等於多少 30比600等於x比1 對不對 再約掉 20分之1公分 20分之1公分 20分之1公分等於多少 10分0公分 等於0.05公分 等於0.5的1mm 0.5的1mm 1mm 多少 1mm就是1公分 就是0.1公分對不對 0.05就是 0.0的1公分 對嗎 有時候海最深的 相對這顆球來講 海最深的就是0.0 0.0 0.0 0.5mm 0.05公分 0.05公分 可以想像得到嗎 所以我把這張紙 我拿一張紙放在海面上 放在這張 又把這張紙放在陸地上 這張紙的厚度相當於台灣海峽的深度 對 你看 台灣海峽這麼深啊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可是台灣海峽這不是嗎 台灣海峽五六十公尺 平均來講五六十公尺 對我們人類來講 非常非常深 實際上 這張紙很超過 因為我們講的0.05公分 是海峽 那就是海峽的什麼 那不是色功力嗎 很抽象 很抽象 這樣算很抽象 很抽象 可是你這樣可以比較嗎 不是抽象 假的真正地球大小的話 我們大部分的海 都是比這張紙還薄 大部分的海 都比這張紙還薄 可以接受嗎 好 OK 好 可是就算這麼薄 這個海 確保了我們表面上的溫度 表面上的能量的流動 都由這一層薄薄的海水 在確保 所以我們的北極 雖然冷也不會太難 南極雖然冷也不會太難 適到雖然熱也不會太熱 就是靠著水氣在流動 水在流動 要別身上的地球 地球見你 地球見你 你下面又有了 好 OK 那我們回到溫式氣體 溫式氣體是第一 第二節 第三章第二節 溫式氣體 什麼是溫式氣體呢 就是可以吸收 吸收地表一大氣 一起發出紅外線的 紅外線波長的能量的 東西的氣體 就叫溫式氣體 所以我們講二氧化碳 水氣 甲烷 叫做溫式氣體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些 特別能夠吸收這些能量 那為什麼它特別能夠吸收這些能量 為什麼 以故理的觀點來看的話是為什麼 你剛剛躺在路上 躺在路上 躺在路上的東西很多 又有氮氣啊 氧氣啊 還有別的東西 你那容易被撞嗎 不要容易被撞 其實不一定喔 水就比氧氣還小 對不對 H2O比O2還小 對 因為它分子很小 H1很小 對 那為什麼它特別 特別小 它是溫式氣 比較 不穩 不要問你 不是喔 簡單來講 我們學過震動對不對 我能量會被它吸收 主要就是共振 譬如說這個 這個盪六千 我推的頻率 如果跟它盪的頻率是一樣的 就越推越高 你知道為什麼 這盪六千 就越推越高 它每次擺回來就推它一下 每次擺回來就推它一下 如果我推的頻率 跟它震動的頻率是相同的時候 是不是會越推越高 對 越推越高能量就儲存起來了 那我們這邊講的能量 講到這種概念的時候 我們這邊推 我紅外線浮生出來的頻率 如果說 剛好跟我這個分子的震動頻率 分子會震動 我們在見解的時候 這個氣體的原子劍 它不是原子跟原子劍 原子劍 會不會震動 會震動對不對 如果這震動頻率 剛好跟我現在 紅外線浮生出來的能量 這個光波的頻率 有整齣比的時候 它是不是很容易得到一個共振的效果 它能量就容易被吸收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這麼多氣體 同樣能量打過來 有些氣氧會吸收特別多 有些氣氧就是過去而已 為什麼 因為就純粹是看你的共振 有沒有跟它其實那個層數 可以得到一個溫氧效果 OK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是 二氧化碳啊 甲腕啊 水啊 這所有算是溫氏氣氧 好 那吸收部分就是這樣大氣吸收 就是由這邊來吸收這個溫氏氣氧的能量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講的地球的變遷 地球氣氧的變遷 地球氣氧的變遷 我們想知道 為什麼想知道地球氣氧變遷 百八十五 百八十五 錯 錯 當然不是這樣子啊 錯 為什麼 為什麼想知道氣氧變遷 難道還可以活動 也不是這樣 舉個例子來說啦 我今天就這種道具 我為什麼知道今天要播種 為什麼知道這個時候 這個季節這個時候該播種 農夫為什麼知道 天氣變多了 可是它 有feel 那feel從哪邊拿 那feel是不是從過去的經驗拿 今年的夜嘛 每年到很冷很冷之後 天氣又在變 這是過去的經驗 你有過去的經驗 你才可以判斷 未來該做什麼事情 不知道 人又不知道 我需要 我知道 終生想 現在可以下課 這是根據我們討論版的規則 可是很多東西是經驗 是整個地球宇宙的經驗 我們接受這個經驗 所以我們知道 過去氣氧變遷的好處 是我們可以預測未來 假設很多人都可能過去的經驗 是每三百年有一次冰河 我這個知道 現在是250年 是50年後可能會有冰河 是50年後可能會有冰河 預測未來 可以預測未來 可以知道 想吃彩券的 那沒辦法預測未來 好了 好了 這個部分我們先講到這邊 但是也有問題 麻煩回憶 想一想 十萬年前的溫度怎麼測量 你想知道地球變先嗎 那我先想知道過去的溫度 變化的情形 那請問你怎麼去測量 不要講十萬年前 十萬年前太多 我怎麼知道五百年前的溫度是多少 我怎麼知道七百年前的溫度是多少 這個溫有什麼方法知道 推測 怎麼推測 我就知道是推測 好 再不能作業 好 好 東西有資料都往後推啊 哪些資料 跟最近幾年的往後推啊 最近幾年的時候 不能再往後推啊 不能再往後推啊 你只有從這十年來 今天去往後推 那這樣不要不準啊 對啊 對啊 就是要不準的 知道